嗨嗨嗨 肯周叔說今天來聊一點比較輕鬆的話題吧 最近跟我一些在國內外 進行高等教育教學工作的朋友們聊天 有一些整理跟小小的心得跟大家分享 說是輕鬆講完可能就沒那麼輕鬆了 這故事要回溯到大概2011年吧 2010年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認識的台灣朋友 那我們就叫他C女好了 他當時在當地讀研究所然後我們是住同一個區吧 雖然說同一個區但是開車也是有點遙遠啦 當時我非常沉溺於一個人的那種 練習跟學習的情境裡面就很少跟外界聯絡 但是他跟我的室友大明星方姓友人 一起經常關心我的那個身心健康啊 或是一起過個台灣人的年節啦 我們對國外的年節可能過節的氣氛也不是這麼好 總之就是會 周末一起吃個飯啦一起去個中國超市什麼的 總之留學生在國外遇到同鄉都是會 活在一起做一些紀念家鄉的事情 這樣我就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包個水餃超級好吃 再養成了以後聽到哪裡有好吃的水餃 我就要去攻擊他一下的習慣 我們回題吧總是講這個只是要證明他真的是真人真事不是我杜撰出來的故事啊 他在就是佛羅里達州的國立比較大間的大學裡面任教化學 然後因為我們後來就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他只要回國我們跟方姓友人就會一起約個吃飯聊天聊聊近況什麼的 因為我自己有一半的生活也是從事教育的工作 所以就不免會聊到一些教育的細節然後提到了很多 項目讓我非常詫異所以今天就想說真的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美國的大學的體制跟他們講師的工作內容 跟台灣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就先撇開最傷感情的收入可能是台灣的兩三倍吧 也 避免去談到房價比的問題比方說他們的 一整年的年薪應該就可以買一棟房子來住 講完這已經傷心的有點不想再聊下去了是不是 還是來聊聊工作內容吧 他教的課程是大班課大班課大概是兩三百人的規模 那美國的習慣一向是 大家很守規則或是守法大部分人不是像直排屋看到的那樣 所以他們會花很多時間在修正 規則讓他符合現在的情況 然後也確保就是遵守的人不會像冤大頭一樣 你可以想像比方說一個地方他不取締違規停車 那停車只停停車格的人 久了就會覺得自己好像 怎麼那麼笨啊 那他也慢慢重劃成就不守規矩 最後 這個地方就成為完全的人質 就完全沒有法 是不是這個故事好像在哪裡聽過 我們回題我們回題 他教的是化學大班課 就是所有的里祖的學生都要來修的課 那 因為是兩三百人規模 所以學校規定 每30個人就會配一個有幾星的助教 那這個助教可能 我記得沒錯的話應該就在禮拜五會把他們集合起來 就是他那個他管了那30個人 的學習狀況啊 作業繳交 然後跟成績的登記 那所有的大考小考基本上都是用電腦考 那電腦考完他直接就幫你改完成 然後並且算好平均之類就是你 你的order 其實你就不用算成績 你知道台灣的老師在學期末算成績是一件非常崩潰的事情 那也沒有人可以協助你基本上你要多花個兩三天有時候到一個禮拜 去算那個成績 所以第一個SHOCK的點 就是有合理的協助的助教 除了當客服之外有一點點助理的工作成分在裡面 這個其實也不是非常大的成本但是會 對於老師維持他的專業更專業 然後維持他的課程內容是好的以及他 怎麼陳述或是表現表演把內容交到學生手中 的準備來說是非常的好的 如果你可以想像如果算成績要非常的公正必須有很多評量的項目跟維度 那如果沒有人能夠協助你沒有電腦沒有助理可以協助你的時候你最後就會放棄就是用 最簡單的打法就是給大家都 滿好的分數 但長遠來說其實對教育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是都大放水就是只要 有人來就可以給他畢業證書那為什麼不 等你18歲有投票權的時候就直接一起發一張畢業證書給你 那這些學費就從你12歲開始 父母的稅裡面開始攤提這些學費 那再來就要講到第二點政經的部分啦 就是 他的工作內容真的完全只是 準備課程 以及 每個禮拜要開一次會然後他們 會來修正說 這個 考試的題目公不公正 或是 設計的那個ABCD的選項是否太智障 就是說A他如果選B 那這個B代表他什麼東西不懂 那電腦可能就會直接跳出來說你可能要去看 課本的某個部分就是 完全用系統跟制度在協助教學 然後減輕他們不必要的 資源的支出 所以你可以想到這些大考小考 的題目都是多年以來 這方面的專家教授每個禮拜開會修正的這些題目 力求他的評量是公正的 那就依靠這個東西 來 決定你最後的分數 反正他的生活就是準備課程 跟 上這個課 然後 定期的跟同事開會討論 這個統一評量的內容 大概就是這樣子 超夢幻 那他們 也沒有什麼點名不點名 因為他們上課就會使用一個藍牙裝置 那老師就會在上到一個段落的時候 進行課堂評量 那答錯的有一分 答對了有兩分 類似像這樣子就是 你最後的積分會決定 你某一個方面的平時成績 那就真的很像打遊戲一樣啊 你多少分都是來自你多少的努力 就跟老師本身沒有關係 老師的 功能就是 把內容確定是好的 是對的 然後把內容好好的交到你手 從中間就牽扯了各種的教學方法 表演的方法吧 在這樣的制度下面 學生會不會高分 會不會被當 全部都是自己決定的 跟老師一點關係都沒有 老師也不太能去改電腦裡面 算出來的成績 你要就努力一點來上課 努力一點點 考試 就是會高分 就是會過 那 你不努力 你缺席 你平常的積分也沒拿到 那就是會被當 就也沒什麼好講情不講情的 那師生的關係就會變得 很正常 就沒有 那種 厲害的關係 一切就是你學習了多少 多專業 多努力 跟你 人際關係 或是其他的一些招數 完全沒有關係 這不是很正常嗎 這大同世界啊 那 對於老師來說 另外一個自由就是 你的評量都來自於 學生的學習狀況好不好 這就關係到你 你上課上的好不好 你準備的好不好 那分數也不是你自己亂給的 就是用電腦算出來的 所以他就是有一個 公正的評量你的 學生的學習狀況好不好 反正只要就是 規則跟系統 制定的夠好 就會免去很多 那種重複消耗資源 人為的煩惱啦 整個來說在他們學校教學 就 講師只要真的認真地 準備他 上課的內容跟 他上課的方法 跟評量的方法 那其他的事情 其實 都會有 其他的資源 幫你 take care 那 教了幾年之後 你教學方法比較確定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有一些時間 做一些自己的研究 每次跟他聊完都覺得 那裡被他說得像天堂一樣 那還有什麼其他的 內容 我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可能就說說就到這邊 就說到這邊 那天堂